国际特资组织在星期五表示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 古克兰政府军、亲政府民兵 以及反政府分离分子犯下战争罪行 包括使用酷刑、立即处死战俘 而且这类虐待行为是广泛以及经常存在 这个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 其中详述了通过采访 曾经被双方俘虏的人士而获得的信息 报告当中表示 有关被拘押者遭受酷刑的罪述 既普遍又令人震惊